来看到高雄一位灵性司机 28号傍晚驾驶货车 行驶大社区雪府路时 疑似油箱盖没盖好 沿途漏油 导致后方有一台双载机车 虚控打滑倒地 警方已经针对肇事驾驶开罚 但是该路段先前也常发生车祸 经过相关单位会刊后 除了要进行改善 警方也要持续取地违规 接近90度的弯道 地面出现一整条油渍 果然不久后发生车祸 双载机车来到弯道 下一秒失控打滑 机车摩擦地面冒出火花 随后骑士跟乘客连人带车摔落 巨大声响 附近民众饲养的黑狗都被吓得狂吠 原来引发机车失控的货手 是稍早经过的一辆蓝色货车 之间肇事货车缓缓通行 但仔细一看 车辆近沿路漏油 事发在28号傍晚6点多 高雄大社区雪府路 当时一名灵性司机驾驶货车 疑似油箱盖未关妥 油料沿路泄漏 也导致后方一辆双载机车失控 现在司机也得吃上最高3600元的罚单 附近居民也表示 这个路段很常发生事故 对此警方跟相关单位会看后 不仅图销地面慢字标线 并增设转弯指示牌等标志 同时设立Q版人形立牌跟暴闪灯 提醒用路人放慢车速 5至8月份交融事故降为7件 受伤5人 告发交融违规30件 警方也加强取缔违规 同时提醒民众刑警该处 务必减速 别谈一时之快 酿成事故 接下来高雄这么到